一战俘虏一百万 德军闪电战的最后一个目标 竟然是昔日的盟友意大利 大家好 今天请教我亨特将军 本期将军将带你了解 德国进攻意大利的轴心行动 看看二战上等马和下等马 碰撞到一起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穆索里尼虽然其实比希特勒早 但对国家和军队的掌控能力 显然不如希特勒 对外战争也是基本没赢过 只能跟在大哥后面喊666 这不才打了几个败仗 穆索里尼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1943年7月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 意大利人一阵恐慌 前线战暴一直都是赢麻了 怎么赢着赢着 敌人都打到本土了 快快求和 快快求和 于是在7月25号 意大利国王联合一些高层 给穆索里尼摆了个红门宴 顺利将他逮捕关押 莫索里尼垮台 以皮埃特罗巴多里奥领导的新政府 一方面跟盟军接触 商谈投降事宜 一方面想方设法稳住德国 表示意大利虽然换了化石人 仍是轴心国 仍是德国最忠实的盟友 德国高层显然不会相信这种骗傻瓜的说辞 一战的前车之鉴 让希特勒意识到 他们很有可能要向盟军投降 这样一来还在意大利南部的德军就危险了 而意大利的倒戈会让德国南部 完全暴露在盟军的冰封之下 越想越害怕 希特勒赶忙下达了准备武装接管意大利的命令 德军开始从各处调集增援部队 还把正在库尔斯克敖战的党卫军装甲军抽了过来 同时制定了从西西里岛 萨丁岛和意大利南部撤军的详细计划 由陆军元帅龙美尔和空军元帅凯塞林负责 这两人哪个都不是擅长 意大利新政府十分紧张 他们连忙表示我们不是昂萨人 我们不会叛逃 为了向德国显示诚意 他们甚至提出了增加驻军 德国人也将计就计 控制了许多德国意大利 法国意大利的重要通道 另一边 意大利的新政府巴多里奥和盟军的谈判并不顺利 他们好不容易联系上了盟军高层 希望盟军能在意大利南部登陆 到时候异军会直接调转枪口 与盟军并肩作战 把德军赶出意大利战区 但盟军态度很强硬 意大利必须按照他们的条件 无条件投降 包括将所有海空军开到指定地点投降 陆军把守各处要道等 等待盟军接管等等 这样做盟军是爽了 但会带来一个严重后果 意大利将在投降瞬间遭到德国的全面进攻 德军战斗力有多猛意大利人是见识过的 他们万万没有胆子同时打龙梅尔和凯塞林 因此巴多里奥一再坚持让盟军先登陆 然后意大利再投降 但或许是为了面子 意大利高层没有直白地说自己怕德军 就这样双方断断续续 谈了一个多月都没谈拢 好在盟军总司令是个明白人啊 艾森豪威尔理解了意大利不敢单独和德军交战的诉求 于是做了一些让步 盟军既不会跟意大利提前配合 也不会让意大利加入盟军行动 但是会派出82空降师保护国王和政府首脑 意大利要做的就是控制机场 行动成功后 盟军将派大部队登陆并保护意大利 意大利点头如捣算 双方成功签署卡西比尔停战协议 然而盟军经过调查后发现 意大利的保证就是个空头支票 他们根本没能力击败德军控制机场 同时意大利高层和军方对德军的畏惧 给前去探路的美国将军泰勒留下了可怕的印象 空降行动最终被取消 盟军此时也失去了耐心 于9月8号公开了意大利和盟军停战的消息 这意味着德军和义军马上就要刀兵相见 但当时义军人数远高于德军 德军的闪电战还能奏效吗 尽管消息令人吃惊 但德国人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 他们迅速发起了轴心行动 准备强行解除意大利的武装 但从纸面数据看 德军形势并不乐观 意大利在本土部署了26个师 德军把党卫军主力调来也只有17个师 但双方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 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德军地面部队高效行动 用恐吓和威胁的方式 要求意大利军队要么投降 要么与他们合作 由于意大利不想和盟军作战 同时也不想和德军作战 于是大多数部队很快就放弃抵抗 至于向谁投降 那就看谁来的速度快了 龙美尔率领B集团军行动还算顺利 相比之下 在意大利中南部的凯塞林C集团军 处境要艰难一些 他们要同时完成遏制盟军的登陆 和进攻罗马的任务 可战斗一开始 C集团就遭受了盟军轰炸 同时盟军还在萨勒诺附近登陆 德军的守备力量不多 统帅部甚至已经在考虑 损失八个师后该如何作战的问题 可凯塞林是谁啊 二战德国空军陆军全能元帅 南方战区的总司令 指挥整个地中海和北非的德军 能坐到这个位置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他没有听从龙美尔让他撤出南部的建议 而是想方设法集结部队反击 给萨勒诺的盟军桥头堡造成了很大麻烦 然后以最小的损失撤到了纳布勒斯北部 同时分出部分兵力进攻罗马 意大利在罗马布置了两个装甲师和五个步兵师 总兵力5.5万人 有2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 罗马附近的德军只有第二散兵师和第三装甲制弹兵师 总兵力2.6万人 装甲车辆大概是异军的一半 即使敌众我寡 德军还是果断发起了闪电战 以极快的速度向罗马推进 他们用恐吓劝降和谈判的方式解决了大部分战斗 半天时间就抵达了罗马郊外 当天晚上国王和巴多里奥为首的异军高层 既没有抵抗也没有投降 而是果断选择了跑路 丢下一军士兵和民众独自面对德军威胁 意大利在二战后选择废掉国王 不知是不是跟此事有关 总之德军经过两天战斗 以100人阵亡的代价 成功端掉异军指挥部 并控制了整个罗马 到9月15号 罗马附近所有异军被解除武装 此时整个意大利乱成了一锅粥 盟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 凯塞尼要防御盟军 实在无力监管意大利服录 只能让他们自行解散 离盟军较近的海防师投降了盟军 在萨丁岛上 德军的兵力只有第90装甲制弹兵师 而异军有7个师 好在异军根据之前的协议并没有阻挠他们 90师安全撤到了科西加岛 期间渴望战斗的异军聂姆博师第12营发动兵变 他们做掉了师参谋长 并跟着德军一起走了 在科西加岛 德军兵力只有一个党卫军装甲率 他们遭到了异军和登陆法军的同时进攻 好在90师及时到来接应了他们 岛上德军最后成功撤离 罗马这边是拿下了 但意大利崩溃前的实控区域很大 其他战区的战事如何呢 对德军来说 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形势要比南部好得多 龙米尔指挥的B集团军兵力充足 且远离盟军大部队跟战争相比 当地的意大利政府显然更关心暴乱和起义 于是大部分上级指挥选择跟德军合作 到9月20号时 德军完全控制了意大利中北部 俘虏40万士兵并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 包括236辆装甲车辆和2461门各式火炮 意大利本土一崩 海外势力自然也跟着崩 在法国的意大利第四集团军三个师 很快就扛不住伦德施泰尔和龙米尔的压力 选择投降 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有30个师 50万兵力 主要任务就是跟着南斯拉夫和希腊游击队打架 他们被孤立在敌对领土上 与众多德国师和克罗地亚部队混在一起 在多年的反游击战中精疲力竭 德国人在9月9号切断了他们跟意大利本土的所有联系 德国军队人数较少但战斗力强 意志坚定且领导有方 德军迅速控制住局势并占领了整个巴尔干地区 39.3万名意大利士兵被俘虏或驱逐 3万人加入了德军 2万人直接倒戈加入游击队 5.7万人则分散躲藏了起来 海军方面 意大利所有军舰被要求按照停战协议 前往指定区域向盟军投降 德军对其进行了拦截 击沉了罗马号战略舰和多艘舰艇 意大利空军也对突然停战感到措手不及 高级指挥官没有及时做出反应 反倒是德国人迅速行动 占领并接管了大批空军基地和机场 意大利空军的800多架飞机 有三分之二都落在了德军手中 总管整个轴心行动 德军的闪击取得了重大成功 据统计在多条战线上 德军总计俘虏一军100万6370人 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资源 控制了意大利中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从而确保了德国在欧洲南部的战略地位 相比之下盟军拿到的战果十分有限 由于英美战略规划的分析 盟军没能抓住意大利崩溃的机会 拿下整个亚平宁半岛 导致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他们只能在半岛上跟德军来回拉扯 不能对德国南部构成威胁 最大的输家自然是意大利了 高层拙劣的外交和军事策略 导致整个国家彻底崩溃 意大利虽然早早投降了盟军 但最后还是按战败国算 完全不能享受到自由法国的待遇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对亨特将军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